其實一棵樹有很多的形態和大小 每開一棵樹打開時好像開落合彩 這個位置很漂亮 在開樹那一刻已經見到 那是最感動的一刻 Hello 我是Vichy Wong 香港木庫的創品 我本身是一個設計師 在19年8月我們開了元朗廠房 去處理回收樹木 並且把它變成一些傢俬和工業材料 這次我們做了一年半之後 第一次去開放日做元末的營養日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收到很多樹木 我們都很想告訴市民 這些樹木是我們家樓下 或是我們自己本居的樹木 曾經跟我們成長是我們上一代種給我們樹木 其實我們不要讓它送去 而是將它變回我們家的一個 可能留給自己子女的一個傢俬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 所以希望透過營養日去養多些市民 去理解和真的不明白 其實香港樹木一點都不分 而是一些很美麗的木材 其實我們從樹木回收開始 開始到能夠將它變成傢俬 中間經過回收的過程 有時我們要上山收樹 有時是別人送樹過來我們木庫這裡 接著我們要做sorting 即是分類 因為一棵樹自然有樹枝樹葉樹幹 大宗細碼都不一樣 有些是超大可能是三四噸一個樹幹 我們收了樹木之後要做切材 和將它變成一個可以乾燥的版材 我們才製作家屬或工廠項目 之後我們要做木工程序 打磨 切割 上油 然後還有裝盒 其實都相當長的過程 大概一棵樹由原樹來變成家屬 可能三至四個月時間 都不是一個稀有的個案 其實我又未至於會跟它說很多話 但我會說回家了 來到我們這裡就好像回家 因為如果你不來我們到來 就會死第二次 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可能它因為病了 它已經穿了洞 所以它打磨時就倒閉了 如果開磨時就倒閉了 那你一定會打磨的環切面 變成一個茶凌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很想讓市民知道 其實這就是我們身邊 曾經幫我們遮過淡過雨的一棵樹 而它的生命除了在地上的生命之外 它的第二次活動可以在我們家裡發生 我自己覺得最漂亮是細葉蓉 是很細紋的一個淺白色的木材 好像我們說的白杖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漂亮的資源 不是因為VC的設計很好 而是我們很多人追風它 跟著它跟著它一起 是真的木材很漂亮 我們本來的木材這麼漂亮 為何我們要買外國木材 不要使用我們家裡有的東西 我覺得這就是香港人的歸屬感 這是好好珍惜這件事的機會